从荧幕消失两个月的北韩主播李春基再度现身 居然就是播报金正日的死讯 光是金正日的直升穿着黑色丧服的李春基又念了二十多秒 还语带哽咽 只差没在主播台上嚎啕大哭了 毕竟他还是专业的北韩中央电视台当家主播 随即转换心情迎向未来 开始赞扬起接班人金正恩 现年六十八岁李春基是北韩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中央年人还在他当家的日子 所有金正日的消息以及北韩的大事 几乎都是由他发布 李春基横跨北韩两代领导人 金正日的老爸金日成过世 当时也是由李春基用慷慨激昂的语调播报 他在播报台上如气如素 让很多北韩观众跟着落泪 演员出身的李春基表情声音语调都超夸张 富有戏剧性 也意外的在国际拥有很高的知名度 体育新闻纵合报道